原标题 大多数的人对湖南城的了解也仅仅如此而已 在很多文艺青年的眼中 甚至把他当成偶像 事实上 文学之外的湖南城其实是个大汉奸 先是被汪精卫提拔 后来汪精卫投降日本人 他也随之在汪委政府任职 后来因为反对汪精卫 被汪精卫下令逮捕关押 抗战胜利后 反而因此躲过了牢狱之灾 此后带着石爱珍定居日本 湖南城 1906年出生于浙江省盛县 下北江湖村一个乡绅家庭 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 1919年高校毕业后 进入绍兴第五中学读书 1920年在杭州桂兰中学求学期间 因为编辑新文化校 刊得罪校主任方同源 被学校开除 1986年刚当了三个 岳航周游政局游武生的 湖南城被单位开除 理由不外乎是同情南方革命党人 但此时湖南城与发妻唐玉凤的孩子出生 虽说家境富裕 不需要其挣钱养家 但出为人妇的喜悦 还是将其拽回了老家 1928年 湖南城通过岳父的关系 外出求职 结果工作没有找到 却闹出了一段婚外情 其在惠兰中学同学 斯颂德家居住时 居然从斯嘉的一个女儿跑上了 湖南城不顾礼仪廉耻 和斯嘉女儿纠缠了数年 直到斯嘉把女儿嫁出去那才罢售 1932年 胡七唐玉凤病故 湖南城谋的广西一中教员一职 但是一年之后就被解雇 后来又赴百色第五中学教书 取了全惠文类妻 因为得罪广西高层官员 被逮捕入狱 经过百重洗货文才被释放 1937年初在广西碰了一笔子灰的 湖南城的中华日报 发表了两篇 关于中国手工业及关税的文章 被日本大陆新报已载 由此引起了汪精卫的注意 经过汪精卫的提播 湖南城被骗认为中华日报的主编 湖南城结识汪精卫 在当时看来是一件好事 但却给他以后的汉奸生涯 他瞒下了伏笔 1938年12月 汪精卫脱离国民政府 跑到越南河内 于12月30日 发表了臭名昭著的验点 此举宣告汪精卫正式成为了汉奸 为了组建委政府与重庆国民政府对抗 汪精卫需要拉拢大量有影响力的人加入汉奸队伍 湖南城就成为其拉拢的目标 1939年2月身在香港的湖南城接见了一个神秘的女人 这个女人为了说服湖南城当汉奸 将其中华日报主编的薪水增加到360港币一月 并奉送2000大洋的见面里 湖南城经不住诱惑 下水当了汉奸 成为汪伟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 而这个拉湖南城下水的女人 就是汪精卫的老婆陈碧军 1943年 在汪伟政府混得风生水起的湖南 陈突然对自己的大老板汪精卫有了意见 先是反对汪伟政府 对美英两国宣战 接着又透过老同学熊建东和重庆政府拉上了线 打算戴罪立功 汪精卫接到日本人的报告震怒不已 将其关进了监狱 直到1944年出席 才被释放 湖南城辞举因获得府 日后没有被判刑 出狱不久就结识了美女作家张爱领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湖南城所勇为29军军长邹平凡 在武汉闹独立 成立大都政权 结果才13天 邹平凡封为政府汉奸 解放后逃往日本 不知所踪就被蒋介石收满 摇身一变成为武汉守备军总指挥 和站边第21军军长 湖南城成为国民政府缉拿的对象 隐姓埋名到处躲藏 期间与张爱领产生了矛盾 两人于1947年正式离婚 1950年 在梁树明的邀请下 湖南城打算到北京工作生活 可是骑到了上海后 立马改变了主意 因为他又被一个女人给迷住了 而这个女人更不简单 年纪轻轻就加入了青帮 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比一般的男人还要凶恶 这个女人就是湖南城的老乡好 大汉奸吴四宝的老婆 蛇爱珍 吴四宝1942年 因为抢劫日本人的黄金被毒杀 当时日本人就说是 蛇爱珍与湖南城私通 毒杀亲夫 抗战胜利后 蛇爱珍因为残害 扛日英烈 被判七年有期徒刑 直到1949年才被保释出狱 此时的湖南城见了老乡好 早把北上的事情忘了一瞻二进 两人商议后 南下香港定居 1954年 湖南城受日本就相识的邀请 托家带口赴日本生活 以讲学和写稿为生 日本人将湖南城捧得非常高 将其与中国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相提并论 却不是在中国人的眼里 湖南城只是一个数典旺族的汉奸败类而已 此后 湖南城一直生活在日本 再没有回到大陆 1981年7月25日 湖南城在日本扶生市去世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